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灌礼白的主要风格已经是定论 第二说 南宋的年语在苍浪诗话中间 我在南宋的诗品 还有一个年语的苍浪诗话 还有个清朝叫叶谢的元诗 叶谢的元诗也是写得相当好 那么年语在苍浪诗话中间说 直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太白不能为直美之成语 这里面我们会 人们礼白的主要风格 就是所谓的好放飘逸 好放不难理解 飘逸就很难说明 什么叫 我现在从字面上讲 什么叫好放飘逸 好放就是指他的诗歌的情感和气势 豪迈而又奔放 好放就是指他诗歌的情感 气势豪迈而又奔放 飘逸就很麻烦了 飘逸本来是指一个人的气质和风斗的 它是指一个人无拘无首 而洒脱自然 这样的一种气质和风斗 甚至也指他有一点轻快 怎么说吧 别人说 西方的女性 她强调飘逸的时候 你看 在20年以前 当然现在的女性还是强调什么样的 我们有紧跟时代的潮流 原来的西方女性 你看 她不像我们中国传统的女性 要砸两个辫子 她的头发都是散的 听到没有 她以散发为美 她最近一种飘逸的 不举手的那种飘逸的美 你看 穿一个长裙子 把头发又飘着 穿个高跟鞋 你和我 那就叫 那就叫飘逸 你知道吧 那就叫飘逸 你想象我们 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砸两个辫子 砸得规格级举的 穿一个布鞋 但我们武汉市街上 走个农村男的 那就不叫飘逸了 叫什么 举颈 对吧 非常举颈 那么飘逸 就一个人 形容一个男性的来讲 他如洒脱 甚至如潇洒 轻快 总是连在一起的 我经常跟学生举例子 因为飘逸这种东西 我们在语言上好说明 大家感受 就是说你感受容易感受得到 但要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困难 我经常跟学生开个玩笑 我曾经就试验过一次 有个本科生毕业好多年了 因为我原来只得他的本科内文 他回来了 因为他在外面干得比较顺 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比较得意 他想来看一看老师 我现在对学生我有很深的理解了 如果我的年纪生 或者我比较喜欢的学生 出去以后 好长时间不跟我打电话 八辈子就搞得不得意 搞得得意的都是跟我打电话了 对吧 不得意的都没有打 一个混到一个城市里 搞行政里一个同学 一个女孩子 他说大老师我要来看你 我说家出去了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你家出去了再来看我 现在一直没有来看我 我估计还没有家出去了 我来和 他有次来 很高兴 我说 我说他那男朋友没有 没有 因为他年纪还比较小 所以他还没有紧张感 对吧 我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他就潇洒一点就行了 我说那你说怎么样潇洒 才是潇洒 他说一半天说不出来 他说 那我也说不到 那我也看他潇洒就潇洒 主要原因在哪个地方 潇洒 不容易定义 听懂了没有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有很多诗歌风格 非常美妙的诗歌 写得好得不得了的时候 你觉得好得没办法 但要教你哪个地方好 你还真的说不出来 我看到那些明清人的 唐诗评点 我就知道 古人也有这个困难 别人说 你到省投资馆 到国家投资馆去 有很多明清人 很珍贵的版本 用猪笔批的唐诗 选本 他记得 他经常得到好的时候 用个红笔在旁边写 妙 妙 有时候连写几个妙 妙妙 你不知道妙在哪个地方 我们今天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妙 莫名其妙 对吧 你感觉到 但是他的确他感觉到那妙 我相信 但是他说不出来 那么 飘逸这种东西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有时候举个例子 例如说 如果我把西服 扣得过过去 你就把领带也打 把头发收得金光 像这样站住 肯定就不飘逸 你看西方人 包括中国人 做西服的 做西服的那些广告 他总像这样的鬼样子 对吧 为什么 他主要是这些一种 傻途的东西 这些一种傻途的东西 好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谈 那么 斯多 他就形容 斯多风格 飘逸 就是指 他现在是想从这样 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讨论李拔的侯放飘逸 脏法 句式 和他的情感意境 这几个方面来探讨 李白形成他飘逸的原因 和他飘逸的表现形 好放飘逸的表现形式 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李白师哥的脏法的角度 来看李白师哥形成好放飘逸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 前人比我们说的更多 而且说的特别形象 比方说 天马行空一样不口极乐 另外有一本书 如果你们买得到上海古迹出版社出版的 就是胡亦宁的诗书 他对诗歌的 秘书 对诗歌的审美 对诗歌的很多题材 他讲的是比较好的 胡亦宁在诗书中间说 和平纵横 变幻超幅 积累正庭 西风急雨 歌业 未知生年 经脉年落 走月流云 轻车手露 行业 就是歌形体 一个歌一个行 我等一下再讲 当然说 太白 多进歌 少影多进行 歌形 大家都知道 是古代诗歌的什么 是从约谱类的诗歌题材 对吧 现在到底哪是首歌 哪是首歌行 老师说 我也分不清楚 我也分不清楚 由于他的约谱都消亡了 约谱都消亡了 当然是他与创有关 与创有关 胡亦宁搞明白了没有 我也比较怀疑 有人说他那个时候也不能唱 当时他对古人可能更接近一点 他容易揣摩 那么尼拔的特点就是 皮和纵横 和皮纵横 变幻超乎 急雷正停 七风急雨 当然底下他说的更加的容易懂一点 他说尼拔的歌行 无首无尾 变幻错综 要 全约 三 那个 三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李白的诗歌 就是飘然而来 忽然而去 就是清藏人赵毅说的 像天马晴空一样的跳荡弥火 使人变幻莫测 我们看看 《千州卸跳楼》 《间别教书守云》这首诗 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我跟好多老师讨论过 李白的这首诗 在中国的古代不说唐诗中间 在中国的古代的诗歌史上 也是妙不可言的诗歌 实在是好的没办法 只有他老人家写得出来 为什么 他的那种信惠淋漓 他的那种通软的暴法 实在是漂亮极了 我先讲标题 宣州 在是今天的安徽省 仙城寺 现在叫仙城寺 离黄山很近 南朝的《西跳》 著名的诗人 走过仙城太守 仙城人为了几年他 在那里走了一个楼 就叫《蝶藏楼》 唐朝教 又叫《西跳楼》 又叫《蝶藏楼》 那个教书守云 就是李云和李八同时的 大概比李八年龄大一点的一个作家 李八称他为叔叔 比他年龄大些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李八称为叔叔的 往往在背负上都不一样 我估计李八有点像侠情乎人 有人说那个李云可能错了 可能是李华 但是李八的诗歌就是李 我们看 见别就是设宴送别 就是在西跳楼上设宴送别 李八喜欢在楼上 款待别人 在黄花楼上款待了谁 款待了孟昊然 他现在在西跳楼上 跟他的主书李云送别 我们看看 这是一首送别诗 他的题材 他的题材是送别诗 他的题材是一首七眼古诗 一首七眼古诗 我们看看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唐朝的李白和杜甫的 他们所有的歌姓诗 两个林意义上讲 都不是约腐诗 包括他的《枪金酒》 包括他的《行动篮》 这些约腐诗旧体 其实都是头诗 原来的乐书 和汉朝的乐书 已经完全相去万里了 因为汉朝的乐书 都是要唱的 他的只是诗 只是一种文字作品 它不是歌词 不是歌词 我们看这首诗 这也不是乐书诗 这是一首七眼古诗 我们看看这首诗 小蟹又青花 我们看看这首诗 为什么说到飘然而来 忽然而去 嘎然而止 它的特点在哪些地方 这是一种送 这是一种送别诗 他是送他的 我说教师郎 教师手云 教师郎是中央的密室省的一个地址的文官 大概李云在中央的密室省做教师郎 他大概是到南河来出差 遇上了李白 李白就在七条楼上把他送行 送他回去 这本来是一首很平常的送别诗 送别诗的特点就是 送者要安慰行者 听懂了没有 送者要安慰别者 你看李白一上来 啪 哎呀 啥是个人了 气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那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这是吉思人 你看到没有 他一上来 大家会看到有两个长排笔句 气我去者 他说过去 他说叔叔啊 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 已去不烦 那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像我这样讲 就没有气势了 对吧 他一写就写得特别有气势 包括他的香精酒 我上次讲的 让我说 喝吧 喝吧 那一点气势都没有 他一来了就是 君不将 君不将 你瞎是人 对吧 君不将黄河之水 天上来 他就有气势 暴起 突然的暴发 他这些事也是这样 气我去者 突然就来了 难我心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难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那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把不同常人 我说了 他本来应该安慰一下 他的叔叔 对吧 现在他不禁不想安慰他的叔叔 恨不可要别人 安慰他一下就好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突然来了 爆发了 气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就飘然而难 大家注意 今日之日多烦忧 大家注意 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你就一般的坐着 一般的诗人 就要接着写什么 有哪些烦忧 听懂了没有 别人我跟同学们说 我说难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那我只要讲几个烦忧 对吧 你看我太太跟我吵了架 今天家里又死到了 对吧 孩子又不听话 我跟同事又吵了架 多烦忧 总要找几个烦忧 听懂了没有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他接着就应该写 哪些烦忧 你看你爸 你看你爸这么写 他突然一写 长风万里 送秋燕 对是可以 憨高楼 这几不几十人 有没有烦忧 没有烦忧的要死 你看我 我跟大家说 我说同学们 我真比今天真是痛苦死了 大家就等着我 待到是清闲不好 我突然说 好好好 大家肯定认为我有毛病 听懂了没有 是不是这样 你看 西方人新批运派 叫这种写作手法 叫打破斗者期待 对吧 你以为很痛苦 他突然说不痛苦了 你看看 我 我觉得我们的那些电视演员 我们那些小说家 包括我们那些剧作家 我觉得太没有逼古人 都是白痴 你看到前面就知道后面 大家肯定知道 不要看人战争 我们拿个枪 那个日本人奔死了 你打就死了 听懂了没有 反正我们是赢了 对吧 你看就知道我们是胜利了 你看开始就知道结尾 实在实在没办法看下去 你把这个变幻超乎 你不可琢磨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憨高冷 大家注意 古人叫且到体面 且体 古人叫且到体面 你看长风万里 与送秋雁 他是送谁啊 送他的叔叔 对吧 见别教书手云 大雁高飞 叔叔也要离去 对不对 而且他是在哪个地方送啊 仙周戏跳楼 是鉴别教书手云 你看 对此可以什么 憨高楼 写秋天的美 写得无限的辽阔的 堂上有三个诗人 你把刘雨昕破东 你把雪秋天写得实在太漂亮了 长风万里送秋雁 那个写得只开过 那只快活的钥匙 那开过都没办法 刚才说的多烦 有什么都没有了 快活的钥匙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 憨高楼 还有刘雨昕也写得好 自古逢秋 被寄了 我言今日顺春昭 晴空一火排云上 遍影诗情 为什么打很末观 他在这个文章上跟李白一样 而且是个 打不死的陈瑶金 对吗 第一次被扁了 扁到外面 一扁了七八年 三十年 回来刘雨 为他做个检讨 他不仅没有做检讨 还怎么样 他把那些当初的权贵 挖过了的紫墨红尘 拂面来 无人不到 看花怀 桃花灌礼 桃千树 玄斗灌礼 桃千树 尽是流浪 去后斋 说你们今天 只手口热的这些家伙 还不是我走了 你们才热得起来 我在这里还有你们的 听懂了没有 人家气死了 又把他扁得更远 扁了十几年 再回来 他还是不服气 对吧 他回来 他又开始去 玄斗罐 我又回来了 所以他在秋天 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很目光 我觉得年轻人 要得些这些的事 你不要天天得那种 柴下眉头 去得上心头 你的苦难老是摆不开 对吧 你看 他的确是非常了不起 活得七八十岁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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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